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来看的在全球面对新冠肺炎的这场战役理念 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这个国力反映在一个国家本身的医疗专业水平 而美国在这部分毕竟展现了超强的国力 美国的生计公司今天传出了消息 他们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当中 那么美国有八个受试者 他们注射疫苗已经成功产生抗体 而且抗体跟已经复原的患者抗体的水平近似 所以美国这个生计公司的药厂 预计7月会展开全面性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而他们希望疫苗在2021年初就投入市场 这是目前可以听到投产的一个最快的时间表 所以消息一出立刻振奋了投资人 也带动美股三大指数 和今天的雅股全面收红 而寄望于疫苗能够拯救美国 或是拯救他连任的美国总统川普 在接受参议业者的时候 突然接见他们的时候 突然爆料说自己已经在服用抗虐疾的药物 也就是奎宁引起媒体哗然 美国总统川普再次语出惊人 招告天下 他以服用抗虐疾药物抢绿奎宁一个半星期 来预防新冠肺炎 川普突如其来的自白 让现场记者一阵骚动 纷纷怀疑自己是否听错 美国最高统帅不相信科学 不相信自己的医生 却选择相信一位他不认识的医生 最新研究都显示 对疟疾和狼疮有效的抢绿奎宁 对治疗新冠肺炎无效 甚至可能引发心脏问题 73岁有心脏方面疾病的川普 却依然向大众极力推销 美国官方从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到白宫防疫小组 专家佛希都不建议使用 前白宫医疗顾问则表示 科学实验证明 抢绿奎宁对新冠肺炎没用 绝不建议一般人使用 但川普是美国总统 又在高度接触白宫确诊者下 一时用不用药陷入两难 可能是15%至20% 我们也知道 有证明的危险 但是因为他国家的总统 因为他有无法接触 24-7健康 基本上的健康 他基本上的健康 他的医生组 可以反映这些危险 白宫抗疫一片混乱 不过现在新冠疫苗 有显著进展 美国位于麻州的 生计公司莫德纳 与美国卫生研究院 合作研发的疫苗 第一阶段人体试验 传出好消息 第一阶段八名试验者 体内都产生中和抗体 目前药厂已对60到100名参与者 注射疫苗 第二阶段将扩大到600人 7月起将进行第三阶段 数千人的大规模临床试验 美国政府对莫德纳和娇生 都分别寄注约5亿美元 相当台币150亿 加速疫苗研发 如果一切顺利 莫德纳的疫苗 预计明年上半年问世 新冠疫苗有望 也立刻带动美股三大指数上扬 莫德纳股价飙涨超过25% 一举驻华尔街创下6周来最佳表现 纽约道琼工业指数收盘时 大涨911.95点 涨幅高达3.85% 美国联准会主席也加码声明 央行会继续支撑经济 都让市场信心大增 联准会主席鲍尔直言 疫苗将是经济完全复苏的关键 除了莫德纳 辉瑞和德国的BioNTech 中国大陆的康西诺生物 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制药 都开始人体试验 让新冠疫情和经济 出现希望的输光 TV新闻综合报道